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男子进入一扇门之后发现自己可以操控别人的电影 称为约翰·马尔·科维奇 哎呀,戈尔是个木偶师 但因为经济不景气,戈尔一直待业家中 尽管他勤奋的摆摊卖艺 可还是没人欣赏他的艺术 只靠老婆的工资也无法维持家用 生活所迫,戈尔进入一家小公司应聘 这家公司在办公大厦的七楼半 由于只有半层楼高 所以员工都弯着要走路和工作 很快,戈尔就被录用了 上次是个性感美丽的短发女 短发女吸引了戈尔的注意 但短发女根本就不给戈尔机会 一天,他在办公室的书柜后发现了一扇门 戈尔从门里钻了进去 很快,戈尔就被吸附进去 等他恢复意识发现自己正在用别人的视角吃东西看报纸 往镜子里一看 这个人并不是戈尔自己的脸 而是著名演员约翰·马尔科维奇 原来,戈尔进入了约翰的脑子里 但15分钟后,戈尔又被吸出来 回到公司后,戈尔就将一切告诉了短发女 短发女决定以此牟利 只要200美元就可以体验一次 成为巨星马尔科维奇的机会 但戈尔害怕有风险 他将这件事告诉了老婆 老婆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事 戈尔便将老婆带到了那扇门 体验了一把 没想到老婆上了瘾 曾经一成不变的生活 让这个女人失去了活力 这次进入了另一个人的身体里 让她对生活重新产生了激情 老婆甚至想要做变性手术 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就这样 戈尔老婆开始频繁进入约翰的体内 窥探她每天的生活和想法 短发女这边 一看这个噱头这么吸引人 立马执行了这个项目 很快预约的人就排满了 他们还联系了约翰的朋友 将短发女引荐给约翰 这样进入约翰体内的人 就可以感受到约翰和短发女 约会时的快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 短发女和在约翰脑袋的 戈尔老婆相爱了 这对戈尔来说 简直是天大的打击 她买了一把枪 要挟老婆 让她打电话约短发女 随后将老婆 关在了星星的笼子里 自己跑到门后 进入约翰的体内 和短发女来了场激情的戏码 但过分的激情 让她不小心控制了约翰 约翰也感受到了这种异常 他怀疑是短发女会巫术 于是跟踪短发女 来到了七楼办公司 发现了这背后的买卖 约翰愤怒地质问短发女和戈尔 短发女像是早有预料一般 平静地让约翰进入了那扇门 约翰来到一个餐厅 这里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模一样 很快15分钟过去 约翰回到了现实 他决定起诉七楼办公司 却被戈尔进入脑袋 控制了身体 与此同时 戈尔的老婆也逃脱了 在星星的帮助下 他成功解开了绳子 打了电话告诉短发女实情 前几次和他约会的都是戈尔 没想到短发女说 自己已经迷上了 进入约翰身体的戈尔 绝望的戈尔老婆 赶去寻求某个心理博士的帮助 没想到啊 这个博士也是占领了人的身体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大帮老人也是如此 原来 只要进入人和身体 原主人的思维和平共处 就可以长期的留存在原主人身体里 他们几个老人必须尽快找到宿主 不然就没办法控制别人 博士愿意帮助戈尔老婆留在约翰体内 而戈尔老婆也要协助他们 戈尔和团发女这边也发现了这个秘密 他们控制了约翰的身体 利用约翰的名气和钱财 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木偶事业 很快八个月过去了 在这八个月里啊 戈尔的木偶事业蒸蒸日上 带动了全民对木偶业的关注 同时 他也和短发女成为公众眼里的 狼才女貌的一对 怀孕后短发女渐渐远离了公众的目光 而戈尔成为了木偶大师 两个人可以说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呀 一天 戈尔表演完回家 发现短发女不见了 有人绑架了短发女 并给戈尔打来威胁电话 要挟她离开约翰的身体 否则就杀掉短发女 但被戈尔拒绝了 戈尔前妻气急败坏 拿着枪准备打死短发女 短发女见状从门口逃走 两人一路追追逃逃 从一个门穿到另一个门 最后逃到一片雨林中 短发女向戈尔前妻坦白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戈尔前妻 还是约翰体内是有的 也就是说 她俩才是孩子的双亲吗 哎呀 反正两人是重归于好了 而这边的戈尔 经过反复思考之后 还是决定离开 就短发女一命 看得出来是真爱了 就在她离开约翰身体那一秒 博士和她几个朋友 又进入约翰的体内 戈尔就这样失去了一切 我们说啊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 自己的人生不如意 就想变成另一个人 拥有另一种人生 但是生活不是电影啊 要想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只有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